今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在武汉市洪山区八一路延长县东湖大桥上 一名皇位工人正在捡桥面上的纸屑时 被一辆游西向东行驶的越野车撞上 皇位工人被撞飞到了对象行驶的一辆面包车上 不幸当场什么 记者九点钟赶到现场时 120急救人员正在现场检查 目击者介绍 事发时死者正在桥中间用手捡地面上的垃圾 这时一辆越野车突然撞上了他 对象车道上这辆面包车的司机清晰地看到事发过程 他说当时他开车在八一路桥面上游动往西行驶 当时还看到皇位工正在马路中间站着 突然间越野车冲过来撞上了这名皇位工 由于被撞的皇位工头部直接撞到对面行驶的这辆车上 当时就出现大出血 司机们一边报警一边拨打120急救电话 急救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 但经现场鉴定被撞的皇位工已经死亡 据死者同事介绍死者姓李今年52岁是武昌区城管区中南街清扫队的员工 负责清扫八一路延长县东湖大礁桥面的清洁工作 记者注意到死者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包废纸线 武昌区城管区清早对负责人介绍 每天车窗抛物最多的时候是早高峰 不少人吃完早餐后就将垃圾随手一丢 不论是小汽车还是公交车或者是电动车驾驶员 都有随手乱丢垃圾的坏习惯 环卫工们经常不得不走到马路中间去清理垃圾 我希望我们这些开车的司机 在楼上走的时候一定要举一观察 我们这个皇后工的开车的中间 不要随意抛弃东西 京市直播记得报道 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多次在提醒司机朋友 不要车窗抛物 而且还和武汉市城管委联合推出了车窗抛物曝光台 但是今天又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发现在发生在了我们的眼前 所以在这呢 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 千万不要车窗抛物 您觉得是一个小小的不文明行为 就有可能夺走环卫工人的生命 改掉这个陋习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